同学们好 好打刚打刚 这节课呢我们学到了我们的第3阶段 第3阶段呢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的核心语法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啊比如说咱们的Reduc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Reduce呢 首先Reduce 它是一种 是一种 LowSec数据库 什么呀LowSec数据库呢 我们把 说这个没有Sec数语句的数据库就叫LowSec数据库比如说这个 MaliKage 还有一个叫MongoDB 还有咱们的Reduce 它都属于这种LowSec数据库 Reduce呢它使用 使用 Key Value这种方式就简直方式去存储的 存储 数据 数据啊 Reduce呢它是一种LowSec数据库使用 Key Value这种兼职方式去存储数据啊 而且它是基于 基于内存的 我们知道啊 MaliSec它要基于什么呢是不是基于表基于这个 这个数据库啊 而这个Reduce 存储数据它基于这个内存的所以它也可以用来做缓存 所以 Reduce 也可以 用来 做缓存 啊 那么第2个就是 我们知道 Reduce还有一个叫MaliKage是吧那么Reduce跟MaliKage有什么区别呢 我刚才是上面说的这些啊 MaliKage都有 也就是说你在用Reduce也好 MaliKage也好 用上面这个它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Reduce跟MaliKage的区别在哪里呢 比如说 Reduce 可以做 持久化 持久化 保存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Reduce它是可以生成文件 然后在硬盘上 做持久化表生的 而这MaliKage呢它只是基于内存 基于内存 如果是说 你关机重启了 或者说你把内存就在我这里刷新一下 清除一下内存 那么可能 MaliKage就没有了 但是Reduce呢它是可以 生成这个 文件啊是生成这个 基于硬盘的啊把这个文件作为硬盘去保存 而MaliKage呢是没办法做到的啊 这就是这个Reduce跟MaliKage的区别 好 好我们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安装Reduce啊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开发有两个版本是吧要么就是在Windows下要么在Lunix下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安装 首先这是Windows版的下载地址啊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下 一般来说我们要下载的话肯定要在他官网 他的官网是这个啊 660官网 这是最终的是官网啊我们下载地址在这里打开 好这下载的啊最新版本的话应该是这个3.0.501的这个版本啊 点击一下这里有个AW 这两复制下连接地址啊我用这个讯息来下因为这样更快一点是吧 好 这个我已经提前下好了啊在我已经完成这里啊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啊 来打开 这就是下载后后的所有文件啊 解压到 比如说解压到这个 地盘里面去啊 做试验的话我就解压到桌面嘛啊 是吧 -3.0 你解压 好 解压之后 解压之后桌面就这样一个文件打开看一下 怎么去用他啊 首先我们先给一个大使的这个命令窗口啊 我先 切换到 c盘就直接切换到c盘然后 把机子拷贝过来 cd切换目录是吧 然后我运行videos怎么运行 videos的文件在这个啊这是他的服务器的文件 好运行一下 点exe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版本videos版本是3.0.501 这是videos版本 这个窗口我们把它 放在这里再看一个啊 一样的把机子拷贝过来 cd切换目录 啊 我们执行一个命令文件这个啊这是videos的一个命令文件 好 这样的话咱们就登录进去了啊 他默认的端口号是6379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来用一下他比如说我设置一个 测试一下 接受这一个 内蒙等于一个 张三是吧 好下载完成 现在我获取一下这个内蒙 你看张三出来了 这个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windows版的这个 videos实在安装成功了啊 这个呢是设置 我刚才说过啊 就说videos他是以键子来保存 那么set内蒙是设置他的键来设置啊 好 比如说我现在还可以再改一下比如说内蒙 是吧 1 然后再获取一下内蒙 你看他是不是改了是吧 那么咱们 windows版已经做好以后咱们来装一下这个lux版的啊 打开我的 cell 登录进去 好稍等啊有点卡 登录进去 好登录进去了啊登录进去以后咱们开始安装一下比如说 我这个是无半头版的他这里默认有这个教程啊比如说在 在哪呢在这里啊 看一下 他这里应该是有这个lux版的安装教程啊 我这里因为我用的是无半头所以我直接可以用这个 apd gat 然后 instal 安装一个radius 干 安装一下 好现在安装成功了啊安装成功以后咱们来检查一下啊 就一句 命令很简单啊比如说 我先来请他一下 启动 你看 他摸上 这个亚摸源默认的是这个2.8.4啊 如果是你用的是这个CenterS或者这个 这个红帽系列的啊你们可以根据这个 他这个教程他这上面有教程啊你看 这里是吧用这个vgat 去安装这个然后去解压然后去编译啊 好那我们来执行一下啊比如说这个vgat 我干 可以 是吧 嗯 好进去了啊是吧比如说这 内蒙是吧你看张三 是吧然后获取 内蒙 是吧都ok啊这样的话咱们这个unix也算装上了啊 装上以后就可以了吗当然没有啊咱们还得去配置 咱们以这个windows版的来吧 咱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这个 php啊 我找到我们的php我用的是wamp啊这个集成环境 在我闭幕录下有一个php啊 然后我用的是5.5版本的 然后这个ext这里是装的是扩展文件 我们找一个要690啊690的一个扩展 你们你要保证你的这个ext5年下有这个690扩展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去 下载啊就在本货上下下载一个 因为你偏我们 用690肯定不是直接在这里终端上用是吧也不可能是在这个c CMOD里面去敲命令是吧 一定是什么了一定是使用这个php去连接这个dios通过php去操作这个dios是吧 所以你要保证你自己的php有这个扩展啊dios这个扩展 这样咱们可才可以通过php使用dios 如果没有的话你到本货席去下载一个 比如说我这个php版本是5.5.12的 那么你下载对应的这个dios的扩展一定也是跟这个php版本一样啊 这点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说你这个dios的版本一定要跟这个php版本 吻合在你才能使用是吧 然后我来配置一下啊 首先我检查一下 比如说 我新建一个 叫 index.php啊 来并记一下 比如说 我看我当前的环境 eco一个php 是吧 访问一下这个 好收一下啊 收一下dios 大家发现没有 我就就是扩展是没有开启的啊 是吧 现在我开启一下dios的扩展 比如说 我的php里面是有就是扩展的啊所以我现在在配置文件里面 找一下 找一下 比如说 收一下 在这里是吧 我在最后面我加两个比如说那你加一个 烤盆两份啊 加一个php就就是这个是吧 拿过来 这个也拿过来啊 要要 开启这两个扩展 注意啊 这两个的顺序一定不能错了如果错了他是无法生效的啊 比如说现在保存啊 保存以后重启一下这就是 所以重启一下这个 集团环境啊 我们看一下 变运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cntrf 我们来找一下 没有这个扩展 我看一下配置文件啊是不是这个文件错了 pd pdb 应该不是这个啊 我看一下 它是有两个配置 这个啊 把它拷贝过来 开启这两个扩展啊 而且还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啊这个送信 Videos是放在下面啊然后放在上面 这送信不能颠倒如果颠倒的话也是无法开启的 重新刷新一下 好刷新一下啊 cntrf694 看现在开启了啊 现在开启了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php来连接这个 Videos了首先我要先把这个Videos开启了啊 刚才我们是放在桌面了是吧 这个先关了啊 我先把这个Videos开一下 比如说开启啊 这样就开启了啊 开启之后呢咱们 使用这个php连接一下比如说 到了Videos是吧等于一个0 用我们刚刚配置了这个Videos扩展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实力化这个类 是吧比如说Videos 临接一个 叫co 1nct是吧 然后临接 看一下 临接默认是这个 灯口号是这个127 0.0.0.1 然后 动画 3 灯口号是 6379啊默认是6379 这里多了一个N啊 6379啊 6379OK 然后 到了Videos SET 设置啊比如说 内蒙 比如说这个 xd php 是吧 给个域名吧 对话这是 系统 生成开发手册是吧 然后 OK 我们这里刷新一下啊 首先 刷新一下 发信以后把屏蔽了 我们再来一个 到Videos 获取 点声 好我们输出看一下 看结果啊 刷新 有支付节问题是吧但是已经成功了啊 我把伺服器射一下啊 刷新 刷新 你看 这样就出来了啊 这样的话咱们安装就算成功了啊 好 那咱们谢谢下节课继续说这个Videos的一个用法 是吧 好